真正绘画画的人 他会直接命中要害画这些东西 我们要的绘画的方式 是一种稳妥的绘画方式 要使得这张画的最终完成的结果是好的 而不是过程当中很有表演性 前面的这个眼球 这个上边贯穿下来 一直到下面 这个地方是有条面上转折的 就这个眼球往这边转的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看就像我刚才 在这个地方稍微扫一扫线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画的是我们内心深处 对这个东西的理解 很多的人在画到四文之三 或者是相对交测的时候 都会画错 这个内眼角 这个地方这样折上来了之后 只是相对于在内囊的 这个上方的这个地方 他会这样折 折到这个位置了之后 你看他又开始往外了 这个地方是有个转折的方的点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支点 大家要知道的东西是 一个人的眼睛 只要是在正常的情况下 这个黑眼球的这个上半截 是会被挡上这么多的 而下边这个地方 只会被挡上一点点 就从这个地方穿踏过来 这个地方是偏小的 这个地方是偏大的 这点大家是要去留意的 再有上边总体 要比下边要靠前 这个形从这个地方这样折进来 然后我们猛一看 可能就是一个黑的这个形状 但实际上下眼瞼的这个位置 这个形是插进去的 这外眼角上面的这个形 要压着这个下面的下眼瞼 它穿插进去 而这个内眼角的这个形 又跑到这外边来 光一照就会形成一个 前后上下所形成的一个小投影 当然这个老爷子不清楚 这个点我得跟大家说清楚 这个眼睛这个球 中轴线不是这样拐的吗 也就是说后边是离我们远的 前面是离我们近的 前面亮而后边灰 至于这后面灰几层 我们要根据模特的情况来 因为有些模特这个眼皮从这个点 到后面这个点 哇饱满的爬过去 哇特别上 到这个地方 最后边这个地方 你看我画的这种宽宽的 这种徐线这种地方 实际上大家看一下头骨 就会发现 湄公跟眼窝 这个地方有一个窄窄的 一个小立面 那个小立面就在这 就是形成了这个小灰面的立面 这个是一个眼睛 这个是一个黑眼球 从这个眼睛包过来 我们从眼睛上看 它是一个圆圆乎乎的 这个形这样包进来的 然后这样一个形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它的眼皮 眼皮越到内眼角的地方 眼皮的里面 就是散眼皮的里面 你看到的就会越少 你越往外的地方 看到的面积就越大 而实质上真正眼睛的 黑眼珠的这种形 或者眼白的那种形 是在这 它的眼皮的穿插 是跑到上面去的 然后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画这种眼睫毛 我们要强调的是 上面的这个点 在下面这种地方 是要逐渐往后虚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手会秤一秤 让它边线弱下去 你看酸眼皮的这个地方 下边这个眼皮是怎么插上去的 然后专门眼皮怎么包出去 然后再扣进去 它这个地方是有个穿插关系 大家看到了没有 下边这层眼皮在这 上面这层眼皮是出去 在往里口形成一个灰面 然后再上来的一个眼皮 这个上眼皮 这个形很多的人都给我画直了 大家听完我的课 你还画直了 那真的得打屁股 你千万别说是我教你的 大家清楚这里边是一个球体 那酸眼皮这根线 它怎有可能是这样直的切的 中间这个地方一定会往外鼓的 这底部的收型是这样收的 然后这个地方顶出去 再往下压 显身的时候看不到那么多形体细节怎么画 咱们是需要先把这种知识给它背了 当你懂得了这些知识了之后 你再看 你是不是就能看得出来 再去看这个素材 你觉得是我编的吗 还是它真实存在 现在这样听我讲 讲完了之后 你看到了没有 你看到 你就要竭尽全力的去给它画出来 挠眼手 高度配合把它做出来 我这有一些学生还是五个月考试了 大部分是零基础 素描结构理论知识 大概都了解 就是手跟不上 这就是零基础到高三 再突然转过来 这个是每个画室 都是特别困扰的事情 但是解决的办法 其实只能一张一张来 不要求多画了这个眼睛 你看没过关 没过关不能过往下 遇到这种情况 你也是不要让学生一张张那样过 比如说你在解决什么问题 你给它做示范 讲完了之后 然后呢 让它按照这种感觉 然后去做 我们之前 我真的是一个一个孩子 一动改过去 看我画完之后 回去画还画不会 我接着再找一个人 接着改 一遍一遍 我们必须把知识给它吃透 没有吃透 后边一定是画不好 我们现在从这边开始深入刻画 一个是画这种细节 然后呢 近视远须的关系 就是眼瞼啊 酸眼皮啊 下眼瞼这种地方 我们任何一个部位 都是时需时需 同时存在的 这些东西 大家都需要去留意 然后你看它的睫毛 从这个眼皮 这种地方开始往外走 然后我觉得眼睛 至少目前为止 深入到这种程度 已经足够了 大家就完成到这个度就行了 赶快也来画一下 四分之三角度的眼睛 发到评论区交流一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